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年度最优质生活方式直播内容 他走出厨房走入集市 他将生活态度与所有人分享 他是社群经济的高阶玩法 以吃为名 具体同好 由一档节目衍生出一个市集 一场嘉年华 从线上到线下 渗透幸福生活的美好日常 获得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年度最优质生活方式直播内容的是 黄小厨NOB集市 黄小厨NOB市集恭喜 来恭喜掌声有请行帅教育战略发展部副总裁房心女士 还有黄小厨NOB市集内容总监 王莉莉女士上台领奖 同时有请颁奖嘉宾 新周刊创办人 孙勉先生 有请 孙先生为他们颁奖 所以两位是没有商量的就这样来了是吧 我突然恍惚以为上来了一个歌唱组合 好的 请一起合影 好的 谢谢 谢谢孙勉先生 谢谢 我们这里先采访一下来自行帅教育的 就是原来做视频做教育 现在用直播做教育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先要感谢这个主办方新周刊 还有YY欢具时代给行帅教育颁颁奖 也非常荣幸从孙勉老先生在这个手里接过了这个奖 那其实从视频直播 从视频教学到直播教学其中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因为原来我们的视频是单向传播的 很难学生跟老师间产生互动 但是现在的直播教学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双向的沟通 那老师跟学生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互动 以前的时候老师讲得不好 我有没有表达的这个平台 但是现在老师如果讲得不好 我可以去吐槽 如果他讲得好的话 我也给他发红包 我可以给他发游艇 所以其实从这个互动的角度来讲 他更直接 同时呢也通过这样一个互动的一个结果 来去倒逼老师的一个教学质量 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差异 所以最苦的是学生了 以前呢老师讲得好 我们可以不睡觉 但现在老师讲得好 我们还要发红包 当然这是一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的应用 也是互联网带过我们的改变 我要问一下王莉莉 然后来麦芊一下 其实无论是作为互联网产品 还是线下的产品 拥有黄磊这样一个巨大的名片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发源点 那请问一下 你觉得黄小厨市集 究竟是黄磊带来的增粉 这个力量更高呢 还是本身产品 他的理念更吸引人呢 对 确实是 在这个创业初期 我们一直是在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可否认 其实黄老师对他自身巨大的光环 带给我们的确实是 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这样一个发展力 起点很高 没错没错 我们也非常感谢行业的这样一个关注 但是黄小厨他必定是一个独立于黄磊之外的这样一个独立的品牌 他自身的造选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呢 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去中心化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在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没有黄老师参与的内容啊 像我们的市集啊 还有我们的线下活动也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使用我们的红利的同时 那我们也完成了品牌影响力的形成 所以我觉得这两者是一个加成的关系 是会让我们得到一个爆发 说得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大屏幕来分享一下黄磊的获奖感言 好 谢谢YY新周刊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奖项 在这儿呢 我代表黄小厨 向所有喜欢黄小厨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在明年我们会继续努力 继续去关注各种各样的美好的生活方式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黄小厨 好的 谢谢 谢谢磊哥 也非常恭喜两位 谢谢 谢谢